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实际 要做到全面客观冷静 要看宏观的全局 要看发展的态势 也就是说既要看当下 也要看这个事关长周期的这些未来 从宏观全局来看 我们现在面对的更加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 我国经济运行应该说是总体平稳 稳中有劲 薪资生产力也在加快形成 民生保障不断地加力 繁华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 也不断地取得新的进展 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》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